哈喽大家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Serena 今天温哥华的天气超级好 那我现在准备去干什么呢 就是准备去做一股肥手 这应该是我生孩子之前的最后一个肥手 也是我怀孕期间的第一个肥手 就是自从怀孕之后呢 我就不敢去美容院 我就觉得疫情比较严重 但是因为这个美容院 我已经在那边都做肥手 做了有四年的时间了 所以它的客源啊 还有就是它的卫生的程度 还是比较相信的 然后他们特别负责 我本来还想做一些眼部的保养啊什么的 然后他说你现在孕期 只能最好是做肥手 就是做脸部 其他的都不会给我上仪器 然后最近我皮肤状态真的不稳定 就像这块就长小痘痘 然后这块会有泛红 我现在是纯素颜 我连防晒霜都没擦 我就准备直接去做肥手了 因为一会儿会比较容易 他也不用给我卸妆之类的了 我刚才看见 这油价又涨上去了 太飘忽不定了 好吧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这个天气吧 真的非常好哎 大太阳 好久没见这种大太阳 哎呀真的是 东哥华只要有太阳 大家都要珍惜 大家都往外面跑 那一会儿咱们见咯 拜拜 现在我是在蒸脸中 就是把你的毛孔打开 然后我才知道 就是怀孕的时候 还不能用麻药 所以一会儿深度清洁的时候 我就自己染着 然后也不能做射片仪器了 因为这儿每次备受都会有 给我一个射片 做一下提拉 这个就是蒸的那个机器 我每次最喜欢这一套了 我现在在清理中 还好哎 我提醒你 这么长时间被清了 脸还挺好的 嗯嗯在家里带着 闷着也不出去 也不化妆啊 对对对 没有大气污染 嗯 我现在在乎这种 图抹式的布睡面膜 我之前都是那种 一大片妆的 但是那种呢 就是不太适合孕妇 这种呢 就是特别适合孕妇 特别的温和 滋润 我觉得他们这些细节 都做得挺好的 来这儿时间特别久了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一直在这边 做非手的原因 就是跟大家的关系 都比较亲近了 然后聊聊天也挺开心的 嗯趁我在升马之前 稍微享受一次 然后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来 但我希望尽快能回来 这种正常的生活 女人们 感享受就是要享受一下啦 哈喽大家 我今天做完美容了 然后呢 刚才上了个小妆 能看到这都是挤痘的痕迹 所以脸上还有一点泛红 那因为今天不是早上说天气比较好吗 所以我就想去小公园里玩一晚 但是呢我发现太阳快下山了 这才四点多哦 所以就去玩玩 然后再照几张照片 这应该是我怀孕之后第一次给自己照相 就是那种在外面照几张相 我觉得之后也没什么机会了 就借此机会照照相吧 然后再去买菜 哎呀周末就是这样 哈喽大家 现在我们在走在路上 还挺冷的 然后我刚才照了几张相片 还挺开心的 然后这儿好多人都照相 但是大家都穿得好随意 就我一个人 穿得好像一个外地人 本来就是外地人 大家都是运动服 只有我一个人戴这种帽子 太格格不入了 但是为了照相好看呀 哎 这就是加拿大文化 就是旅游鞋 运动服 然后毛线帽 就完了 你笑什么笑 你也说他们穿的吗 就我这样就不行 你知道我这种打扮的 就一看不是本地人 天哪 外来户 外来人口 好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环境 还挺好看的 绿化还挺好的 然后还有孩子的游乐区 还有狗狗的游乐区 整个社区都挺好的 这刚说我是外地人对不对 然后呢就有一个老爷爷遛狗 然后说你这帽子真好看 然后又跟小李子说 你身边走了一位特别好看的美女 然后 然后我们就相视一笑 这真的 现在我们准备去买点菜 然后 做晚饭 今天就要结束了 拜拜 我打算今天晚饭做一个香菇炒油菜 这是我刚刚泡发好的香菇 然后洗好了油菜 然后再做一个我跟小李子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的香辣鸡翅 但它是用烤箱烤出来的特别简单 我现在把配方教给大家 大家可以平时自己做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百吃不腻的那种 首先我洗好了一大盆鸡翅 然后把它们两边让我刀划开 这样子入味就入得更好了 好 现在开始准备加料 很简单 就是加完了之后呢 就腌半个小时 我每次都是腌半个小时 当然是腌的时间越久越好 你要腌两个小时肯定就是更入味 但我每次就是半个小时就OK了 首先呢 先加料酒 加两勺就行 然后再来两勺生抽 然后来了灵魂 要加一勺蚝油 它就是提鲜的作用 然后是加一些粉类了 就是加辣椒粉 我呢跟小李子比较爱吃辣一点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就加一勺左右 加多一点没关系了 然后再加半勺的紫人粉 然后我会再加一些胡椒粒 这样子就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就撒得上就OK了 然后我还会加一点麻椒粉 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麻辣的感觉 然后呢 再来一点点黑胡椒粉 然后点睛之笔是蒜末哦 就是切好的新鲜的蒜末 最后再加一点点白芝麻 就会让它很香嘛 我一般都会戴上这种一批性手套 然后用手去把它抓匀 每次这种感觉就特别疗愈 就感觉要吃了好多美食出来 然后香香的 像我这样腌制好了 然后就在烤箱里按bake350华氏度 然后呢 每面烤30分钟就差不多了 根据自己喜欢吃的事情 就喜欢吃干一点呀 或者喜欢吃湿一点都OK 你就根据时间来调就行了 然后可以在最后烤完之后 上面再撒一点孜然粒会更香 那如果不爱吃起来 那就可以不放起来了 做好了 这就是最后的样子 像这个鸡呢 我们就还是烤了挺久的 味道很好吃 然后再来一个油菜香菇 然后这是我吃的糙米饭 就只能吃这么一点点 这就是我平时的运气抗糖啦 那我们要开动了 大家看 这不是雪 这是冰雹 新建峰跟华竟然下冰雹了 好大 没有见识的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冰雹 第一次 哈喽大家 欢迎回来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的护肤步骤 就是我会做一些深层的清理 然后再加上面膜 因为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 就说特别想看 我平时在家怎么护理自己的 就是像现在疫情期间嘛 如果就是大家不方便 去美容院之类的一些地方呢 就可以在家护理 那我使用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但是也有一点点小步骤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摆在这里 一会儿一一跟大家说 首先呢 我是会给我的脸部来一个轻度的磨砂 像磨砂膏嘛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身边 手里现有的 像我就是这一款 我因为之前是在美容院 所以说我这个就是那种院线产品 在这里我也就不跟大家多介绍了 反正它呢就是那种玫瑰磨砂膏 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轻轻的按摩 然后它也可以给肌肤整体有一个换心的功效 而且呢还是特别的适合敏感肌 就是像现在运期啊 也可以使用 像我用这种大罐子的哦 我都会用这样一个刮板 因为它就会更卫生嘛 那我现在就先给肌肤来一个磨砂的处理 就这样把它摆在手上 我一般就会摆这么一小块 因为你不需要给肌肤太多的磨砂 因为像我是这种皮肤又干 冬天呢又会有过敏 尤其是像现在运期会过敏比较多 所以我就不会用很多很多 那我每次肯定是脖子呀 再加上脸都会去会到 所以说我就特意会穿这种 领子开口比较大的衣服 好 那现在就开始按摩一下 先把它点在该点的地方 然后我也会稍微用一些按摩的手法 像这样转圈圈 先从脖子开始转上来 当然如果在美容院有美容师 他会帮你按摩的特别好 但是咱们在家呢就精简一些了 然后这样 包括头 额头 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对着镜头 所以说就是有的地方会照顾不周的 如果我自己在家对着镜子呢 肯定会更细致 避开眼周 这个磨砂膏一定要避开眼周 尤其是鼻子 比较多按摩一下 这块就是打圈圈 这样子就能转化一下角质 那我像我身边也有一盆温水 大家就是准备温水吧 一会儿把这个磨砂膏都擦掉了之后呢 用温水就能让你的毛孔打开的更多 这样子对后续步骤的吸收也会更好 脖子一定要照顾到 是能感受到它的磨砂颗粒的下巴 我的下巴会有一些闭口 所以我每次也会多揉一下 像美容院还会有那种蒸脸衣嘛 我前一阵不是去美容院做了一次美容的 就是好舒服 每次都是喜欢那种蒸脸衣 那大家如果有心就是想长期在家 给自己做肥手 做像我这种简单的护肤 都还其实可以购入一台蒸脸衣 就是菲利普的 有好几款都可以用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我就是经常会去美容院 所以说我在家里就没有给自己 购入那种蒸脸衣 都是这种向上打圈 然后额头 像如果你的皮肤脚质层比较厚 我就建议揉八分钟左右 像我是比较薄的 现在就差不多了 五分钟就OK了 然后我就会用这种洗眼睛 用水把它打湿了 然后把脸部清洁了就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只猫尾巴 罗斯福在看外面的风景 他每次都在这边待着 尤其是白天 他尾巴现在一动一动 就是他肯定看到了小鸟啊 或者是外面有其他人家的猫 罗斯福是完全的那种室内的猫 我们不会把它放出去的 因为他的性格比较面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 这个面设施北方话 就是性格啊 不是那么的冲 所以说到外面看 一定是会被皮肠猫欺负的 或者是被抱走 所以他一定要在家里呀 就我现在感觉 皮肤就那种 咚咚嫩嫩的 就好像会呼吸一样 就是每次一般磨砂膏都是这样 你又翻肚皮了 大家看我现在的皮肤 就是感觉毛孔已经打开了 然后他就可以吸收那些后续的洞洞了 你这一点都不惧怕镜头 还有撒娇的潜质 你干嘛挠我 好了那现在再进行下一步 就是敷面膜了 那我敷面膜呢 也是会有一套小工具 还是刚才的那个小板板 然后这是刷面膜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小碗 这个是用来怼我一会儿要加的那个精华 就是属于安平精华 前一阵子我不是留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po就是我买了一套dr.barber的安平精华 我就是第一次尝试 那我已经使用了这个补水的 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精华 就是跟我的面膜怼在一起 然后呢做一套护肤 那首先呢 我是用 我平时会一直用的 就是刚才这两个是一套啦 他们都是法国的品牌啦 就是还是就是那种院线产品 我会用这种图抹式的玫瑰面膜 然后呢也是用这种板板 从中间来一块 像就我是根据自己脸大小的量 再加上脖子 一般我这样子一大块 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就是这种跟乳酪一样的质地 它也叫乳酪面膜了 就这么一大块 我就把它放在碗里 然后呢 那么重点来了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开安瓶的这个步骤 那它这个安瓶打开里面呢 就是棋枝 大家可以敢打折的时候买 因为他们家经常会有活动 然后我还要表扬他们家 就是之前哦 我在他们家买了一个 就是那个3D lifting 因为呢 它不是里面赠了一个这种开瓶器吗 开瓶器套在盒子里的时候 我发现就我的那一款啊 它就突然就坏掉了 因为我打开盒子的时候闻到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 我还以为是盒子本身的味道 结果发现是 里面有一个安瓶 就是坏掉了碎掉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客服联系 结果他们就跟我说要给我寄一个新的过来 就是毫不犹豫 一点都没有不愿意的情绪啊 就是说马上就给我寄一个新的过来 而且我是打折期间买的 所以说他们也没有让我出邮费 所以本身我买的这些东西都是free shipping 然后还有free samples 就会给一些小样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售后服务是非常好的 然后东西本身性价比挺高的 而且是德国产的 所以我挺推的 大家可以去买 好那我现在就开这瓶安瓶 像这个安瓶我就会到三分之二 就是进我刚才这个小碗里 然后剩下三分之一 然后我会用这个小产衫 把它们所有东西都搅晕 因为呀这个补水的呀 它真的非常水润 就会把我这个之前的乳酪的这款 涂抹式面膜弄稀 所以在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让它滴带到全身都是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就是这种有点稀稀的质地 那我现在就把它涂在脸上还有脖子上 这边先开始 这个安瓶的味道也非常好闻 它不是那种特别浓的味道 就是非常淡 非常非常淡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而且在孕期嘛主要就是补水 其他的功效也不要太多的使用 尤其是像抗氧化 或者是刷酸啊这种都要少用 大家有没有好的安瓶介绍给我 我之前还有许菲亚的安瓶啊什么的 就是各种安瓶 有好的安瓶给我留言 我也要准备尝试一下 夏合线 大家可以看到流动性刚才差点就留下去 我一般就是这个乳拉面膜我会涂得挺厚的 因为一会儿要敷的时间比较久嘛 就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就说他用3D那款特别不喜欢 因为那款比较稠他就觉得特别不好用 所以我就建议他就是和这种涂抹着面膜混合在一起 然后剩下一点点的精华呢就把它涂在脸上就好了 不要全瓶都用在脸上 那样子肯定会比较稠也不好吸收 那你就把2分之2用做面膜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呢当做一点点的精华就好了 而且这种安瓶一般你开一瓶你就不要把它保存了 就是全都用了就好了 像之前美容院给客人做facial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方法 就是像现在先是铜抹式面膜 之后会在这个铜抹式面膜的基础上 再上一层动膜 好像石膏脸一样的一会儿我会做 那我也会把嘴弄上 好下面我要用的就是这款动膜了 我会在我的这个面膜的上面再敷一层 就是一会儿就是敷半小时就好了 然后就躺在床上去休息就好了 大家毕竟非得用我这款院线产品 就是有动膜的这个同样的功效就可以去买一下 那我就会把它打开 因为这一大袋很大 像我的脸的大小程度呢会用不完 所以我每次就是用这种凉勺 这边是崴豆磨的 这边是盛水的 我就崴这么多就好了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不人生 螺丝福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它已经有反应了 就倒在我刚才这个碗里 然后再盛一些水 其实最好是躺在床上有美容师帮你弄 自己弄吧肯定它会有流动性嘛 就会比较不好 一定要快 手速要快 这样子它才不会干的太快 因为这种东西啊 它干的非常快 而且它湿的那个 反正那个量一定要掌握好 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 如果想在家做像我这种磨类的面膜呢 一定要买那种凉杯 然后趁这个速度一定要很快很快的 剪一个纱布护在脸上 如果大家自己在家 不像我现在这样坐着啊 其实可以不用纱布的 就直接现在就涂在脸上就好了 但是我是因为现在这个原因 我就必须要剪纱布 然后我这样就会根据自己脸大象 你看眼睛在这里 嘴巴在这里 那我就剪两个口 刚才这款豆磨很快的护在脸上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我现在只是形象有一点奇怪 一般一般是先要敷下面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先敷上面 我这个涂完了 我一会就躺下去 然后等到过来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 好了大家回来了 现在干掉了就可以把它接掉了 我就在这里接 下面有一张纸得撑着 一般应该是从像上接 我终于解放 然后这个一定要扔在垃圾箱 不要扔到下水道 它会堵的 好啦我现在就基本的清理干净了 然后呢我现在就要用最后一步了 我会用刚才剩下的一点安瓶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水 然后配合 就是这种可以稍微震动的小按摩棒 如果要是我不怀孕的话 我会用射频仪的 就会去做一下按摩 但是现在呢只能用这种 而且这个我是买了很久的 就是最近我有把它充实起来了 就是因为怀孕 还挺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用 那我现在就把它倒在手上了 最好像小时候做那个眼睛保健体操水 然后按一下你这个发力位这块 就这样重复几个回合就好 然后最后一步喷一点水 我就用个伊云的这款水 但是我这个喷头又出现问题了 它最后一点喷不错啊 我只能这样挤在手上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好尴尬啊 然后把它拍在脸上就好了 好啦 那我今天这个小小的护肤分享 也可以说叫做孕期护肤分享就到这了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看看我现在的皮肤状态 就是还挺稳定的 像这个都是我之前长的痘痘这边 最近也好一些了 然后呢整个就是看起来很水润 我每次这样子做完之后 哎 眉毛这里还有一点 没有清干净 我每次就是这样子自己做完之后 就特别舒服 一般一个月做两次就OK了 就是两周做一次这样子的深层的护肤 就感觉特别的舒适 而且皮肤也特别保水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款Dr.Barber的这个护肤小安瓶啊 就是他们整个出了这个 我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 我怎么说它就是效果惊人呢 就是我前一阵子皮肤很干的 就是没有用它之前 然后呢我就坚持的用了一支两支 因为我不只是用它这一个补水 我还用其他的他们家其他系列 等于我就坚持了用了两三次之后呢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了美容医院 就找我的美容师吗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去他那里 自从怀孕之后就没有去过 他说哎你即使怀孕了哎 就是你的皮肤的保湿程度 还有清洁的这个感觉 就是毛孔啊 也都没有那么的脏 就是不是那么脏 而且皮肤的那个湿润程度也是OK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应该就是这个安瓶给我带来的效果 它是真的是有效果的 就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而且再加上我近期就是 对自己的护理也上心了一些 之前真的很干很干 而且温哥华 大家知道就是在冬天 春天秋天这三季都很干 不我觉得夏天也很干 就是一年四季都很干 像这种类型的气候呢 我还能就是这样子保持水润的感觉 我觉得跟这个安瓶还是非常有关系的 除了自己平时的一些保养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的用起来 去试一试像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 OK好了那现在就分享完了 咱们下次再见咯 拜 哈喽大家 我刚刚收到了两个包裹 一个是水奶的包裹 一个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Dr. Barber的那个精华嘛 安瓶 还有给我寄来了一个替换 就我之前不是说过这个3D Firming 这款有漏掉的现象吗 然后他们特别积极的 马上就给我寄了一款新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 再推一次 然后这个水奶呢 是我之前跟这个官网订的那种 Welcome Gift 他们就是专门给主妈妈的一些免费的小礼品 那说会在你生产之前寄过来 因为我很早就订了 就证明我的Due Day马上就到了 这里面是6瓶 然后呢这是替换的奶佐 Expire Day呢就是21年的12月1号 因为它是有保质器的 所以说很晚才会寄过来 然后它还送了这个打折卷 就是这个本本 它里面还有DHA 好吧 这里面还含有DHA 就是那种深海鱼里面 会有的那些营养物质 那这些都是一些打折卷 我觉得这些还挺好的 这边对妈妈的一个生产之前的东西的支持 还是非常多的 Hello大家 今天是周六 然后我要去找我的Tony老师 把我的头发从长发变短发 等于现在就是长发 然后一会儿就短了 争取在我生宝宝之前 把该处理都都处理掉 因为之后要坐月子嘛 我就不想让我的头发太长 我好喜不容易打理 吹头我也比较麻烦 今天又是大太阳 那咱们一会儿见咯 拜拜 Hello大家 我剪好了 我真的是变短发了 然后刚才店主说 我是进门一个样 出门一个样 我特意剪的带一点点小刘海 我这次真的是 十年了 我才剪了一次刘海 我之前一直没有刘海 然后这回就自己好烫发了在家 可以做造型之类的 然后还剪了一点点双刺 哇好轻便 真开心 开心 Hello大家 今天温哥华的天气好好呀 我今天是去继续看牙齿 然后呢 一会儿就是它会再给我重新 把那些attachments都给我放在牙上 希望这次疗程短一点 那一会儿见咯 我最近特别喜欢Benefit的眉笔 就我之前是有吐槽过的 就是我不用他们家的眉笔 我后来发现我打开的方式错了 我就是选的色号不对 但是这回我又选的特别浅浅的色号 就挺适合我的 比我之前用的Innisfree的那个 深一点的色号要好看很多 而且它的眉笔还挺硬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给大家看看外面的风景 这一块呢就是Bernabee Their Lake附近 就叫陆湖附近 就是风景特别宜人 然后房价特别的贵 然后应该都是这种富豪住的地方 天气太好 听说明天又要下雨了 所以我今天真的出来看牙齿还是个幸运 但是明天我又要产见 哈喽大家 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运气穿搭 就是一件外套 然后呢一件毛衣 然后下面条小裙子 然后我的肚子哦 现在就是从正面看不太出来 但是侧面真的好大 这样 我真的好大 然后刚才他踢了我好几下 因为现在宝宝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嘛 然后每次去新的环境 他就会踢我就特别的活跃 那我现在腿已经有点肿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真的就变粗了 然后脚还OK 不知道脚什么时候会肿 我现在34周了 那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牙齿 我这回呢只有4个attachments 就是4个附件 这样子我就很快 他就说只需要6周 我就可以摘这最后一副牙套了 而且呢我算了一下 好像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可以摘牙套了 我超开心的 等于生完之后 我就直接带保持器 就是带着最后一副牙套就好了 然后做完月子之后再去复诊 然后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这些牙上的附件 就都摘了 明天一大早 我就要去照ultrasound 去见我的ultrasound的医生 然后他要看看胎位呀 胎的大小 还挺期待的 那后来再跟大家更新咯 那咱们明天见了 拜拜 好了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上8点 我呢一会要去看我的超声波检查 就是B超 哈喽 能吃福 真是他要过来照镜子了 猛死了 给大家拍拍今天的穿搭 我等下还是一身黑 然后就配件大衣 然后这是我的腿 肿得已经不像样了 脸有点肿 好吧 就这样了 哈喽大家 早上好 我现在刚刚做完我的ultrasound 就是超声波的检查 然后简直太开心了 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一个时刻 就是我的超声波检查的医生跟我说 就是他这边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说就是因为我有就是运气高糖嘛 所以说其实这次ultrasound是特意为我加了一次 因为他想确定我就是孩子的大小啊 羊水啊 加上胎盘啊 整个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说非常的好 而且他还说就是我宝宝的那个头 就是这个头骨的size是非常正好的 甚至就是比一般就是个子高高的女生的怀孕的宝宝的那个头骨的size要小 他说所以说就特别有助于我生产 然后呢就是整个的所有的身体的这个大小都控制的很好 然后他说我真的是运糖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你给我了一定的肯定一定的鼓励 他说你一定做了运动 而且你的饮食应该调的也不错 我说是的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还真的挺开心的 就是真的是我近期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了 然后我现在回去我就继续完善我的代产包 就可以真正的把顺产这个一些需要用到的东西准备好了 然后我还跟医生说我还挺担心的我需要抛妇产 他说其实抛妇产真的不用担心 就是抛妇产就是到最后一步 你想什么时候抛什么时候抛 但是顺产就是随时来 所以说你要备好你的代产包 然后他还教我怎么说这个胎动 就是一个小时至少三次 因为我之前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小时三次 我只是他有非常大的movement时候我才会有感觉 结果今天医生说就在给我这个做BX的这一个小时之内 他就动了至少四五次 所以说你的宝宝非常活跃而且还翻身了自己 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妆 我今天因为出门很早嘛 我就用了一款眼影 就是我之前我的那个一二月份最爱 有分享过的那款眼影 就是carry pop的那个单色眼影 上上也就是感觉挺OK的 包括我今天都没有擦底妆 我就直接就是磨了一点点 就是眼下磨了一点点的遮瑕 睫毛膏 然后一口红就出来了 所以还挺风风火火的 总之我但是超开心 超开心 太开心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我就是最近是不是脸变大了 就是真的是有敷肿的情况 我的腿已经彻底肿起来了 开始 然后我的脸我是 昨天 前天发现就开始肿了 因为我之前剪短发 就是我有录过我刚剪完短发时的那个脸 还没有像现在就这样肿 然后呢 就是昨天 前天 小李子说 你这脸是搭了吗 是肿了吗 怎么回事 因为我的体重还是那样 baby一直在长嘛 所以我还挺有被吓到的 但是呢 其实这是正常现象 就是现在我的腿跟脸啊 手还好 没有太肿 但是也有点小肿 嗯 真的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生孩子做准备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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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忘了说一件事 刚刚要准备开车回家 就是 医生今天确定了 It's a boy 大家可以看 It's a boy 就是他说 就是彻底确定了 他是一个男孩 就是 他说跟你的husband说一下 这边的医院 他就是 设备都挺好的 就是可以有一个大屏幕 然后呢 你就看到宝宝 所有的一切 不像我之前 我是在Burnaby那边 嗯 做的BX检查 他是看不了的 你还得歪头去看 而且医生就不会让你录像 但是这边医生 他是主动提出来让你录像的 每个诊所 它的条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嗯 还真的 挺开心的 好了 那我现在准备开车回家了 哈喽大家 刚才我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呢 还最后跟大家说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看的视频主题 可以给我留言 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这样子 我就可以拍大家喜欢的视频了 那我现在想 给我这期的 pregnancy vlog 就是运期日记的vlog 做一个结尾 这应该是我在生产之前的最后一期运期vlog 那也是感觉非常有意义啊 也是挺 我外面的乌鸦真的 哎呀 加拿大的乌鸦 真的超级多的 我以前记得我们学校 那一片草坪圈都是乌鸦 就非常的震撼 然后这边也会有乌鸦 各种回家飞的那种 就跟大雁似的 就是超级多 好吧 先不说那些 再回来 那这也应该是我最后一期的运期vlog了 之后呢 就应该是生产记录了 我也会让小李子多帮我拍一些细节 嗯 然后 只要是有精力了 就修剪出来 那现在再说说我最近的感受吧 我给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运堂 就是跟医生的沟通 然后之前我不是说 我想减少次数榨周知吗 那确实是减少次数了 现在是从一天六次 变成一天四次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但其实我还更想少一点 就是可不可以选天数啊 不是每天都渣 那医生说可以 但是三十六周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 宝宝会比较稳定 这之前呢 他也给我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你会生产巨大R啊 你会生产宝宝就 出生就是低血糖 我就会觉得 嗯 确实是挺严重的 因为其实这些 我之前就知道了 他呢又跟我 重新强调了一遍 所以我就 更知道这个厉害关系 所以我刚才说 就是为了宝宝 那我就 去扎好了 就是刚才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头发变短了吗 是因为我去找我的 Tony老师剪了个头发 然后他问我是第几胎 我说第一胎 他说那你害怕不害怕 我说不害怕是假的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害怕的 虽然很期待宝宝的到来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害怕的 因为我怕会发生突发情况 因为我之前了解了很多 就是有时候你了解的越多 你反而就越害怕 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那种 进去生产就好了 反而就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比如像之前我有朋友 就是顺转抛 就是中间会碰到很多情况 那医生就告诉你 没有办法了 现在就必须要抛妇产 那家人就要去决定 你也要去决定 要去签字 就在你那么痛 那么难受的时候 你还做这个决定 真的好可怕呀 然后还有就是顺产 顺到一半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比如像孩子 比如说手啊 会放在头上 那就会增加你顺产的难度 因为本来头就很大了 那手还在头上 那多疼啊 所以我就想 如果发生这些情况 其实我自己还挺害怕的 但是呢 也是因为听到了这么多的例子 我也就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就是不管碰到任何情况 都不要慌 就是一个信念 我要把宝宝生出来就好了 那最近我不也是收到了水奶吗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意思就是孩子真的快出生了 就是我要快等到这一刻了 真的好期待 就感觉这个十月怀胎 俗话说十月怀胎 其实九个多月的怀胎就要结束了 然后 这也许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 怀胎经历 但也许我以后 如果还有机会再生二胎 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宝宝对我来说 是我的first child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怀孕 我觉得这个经历 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最近也是拍了很多视频嘛 就是希望之后能一直给大家有持续的更新 我不想就突然断掉了 就是因为我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啊 或者是我生产之后 会遇到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那如果大家发现我有断更的情况呢 也不要担心 也请多多包容 我会回来的 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我要把它坚持住 那就祝我一切顺利吧 希望早点见到他 不知道他长得像谁 好期待 那这就是这期的vlog了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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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